这条不起眼的小章鱼究竟有多聪明 他用触角吸起贝壳 把自己团成球状 来骗过天敌的眼睛 就连摄像师一时间都没认出来 然后他趁其不备突然开溜 躲到了一片海藻里 他又把海藻当成斗篷 把自己围在里面 只留下一条缝隙 偷偷地观察着外面的世界 然后趁摄像师不注意 喷着墨水搜得一下逃走了 看来他是把摄像师当成了敌人 小章鱼警惕地躲到石头下面 然后就不再出来了 看来这里就是他的家 为了不错过他的生活 摄像师把摄像机放到洞口前 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小章鱼也十分好奇 他顺手吸起一块贝壳当作盾牌 慢慢地靠近相机 还把触手伸到镜头前 想弄清楚这东西到底是啥 就这样玩了一会儿后 他有点不耐烦了 直接把相机推倒 然后又观察起了一旁的摄影师 还主动伸出一条触手 用吸盘吸住他的手掌 来了一次跨越种族的握手 渐渐地章鱼已经习惯了摄影师 便开始明目张胆地走出洞穴 他的身体表面时而平整 时而凹凸不平 头上还会长出两个尖角 身体颜色也会根据周围的环境而变化 就像是海里的变色龙 他有时会收起触手 在水里快速地游走 有时就用两条触手 在海底学着人走路 还会缩成一个斗篷 把自己伪装成海藻 而这些都是他的保命技能 渐渐地章鱼已经完全信任了摄影师 开始追着他的镜头移动 但是下一秒镜头突然掉落 小章鱼被吓得赶紧逃跑 摄影师来到他长待的地方 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只能失望地返回岸上 在往后的一周内 他开始在大海里四处寻找 发现了许多章鱼捕食的痕迹 终于在一块石头下面 发现了被吓坏的小章鱼 这一次他没有贸然靠近 直到章鱼重新信任他 朝他伸出了触手 慢慢地往他的方向游来 最后肆无忌惮地趴在他手上 摄影师轻轻地将他拖起 来到水面上换气 小章鱼也大胆地来到他胸前 像一个孩子一样 吸附在他肚皮上 他们之间的误会也彻底化解 但是这天凶狠残暴的睡袍杀来了 他们狠起来连同伴都不放过 可小章鱼偏偏被他们发现了 这条小章鱼躲在石头下瑟瑟发抖 然而天敌睡袍杀还是咬住了他的触手 开始了死亡翻滚 一番拉锯战过后 鲨鱼叼着战利品跑了 那是章鱼的一条触手 而小章鱼藏在石头缝里 幸运地躲过一劫 他缓慢地爬了出来 十分艰难地向前移动 此刻他筋疲力尽 十分虚弱 断裂的触手暴露在外面 让海水里充斥着血腥味 他必须要赶紧回到安全的家里 躲起来好好养伤 他的皮肤变得苍白 没了健康的颜色 触手也都蜷缩在一起 摄像师打开了一个贝壳 送到小章鱼的洞口 真心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 一个星期过后 摄影师终于松了一口气 因为小章鱼不仅还活着 伤口处还长出了个小触手 虽然还很短 但至少有复原的希望 一百天之后 那条触手完好如初 根本看不出一点受伤的痕迹 摄影师都忍不住惊叹 生命的顽强 他也从章鱼身上找到了信心 小章鱼都能克服生存的困难 而我们又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呢 康复后的小章鱼 开始捕食猎物 他盯上了一只大螃蟹 螃蟹察觉到危险 躲到了海藻里 小章鱼也紧随其后 可螃蟹只是虚晃一枪 又重新返回了水底 而这当然不可能骗过小章鱼 他在水底潜伏 悄无声息的靠近螃蟹 然后趁其不备发动骑袭 这一次螃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将螃蟹拖回洞穴 开始好好享用这顿大餐 有了抓螃蟹的经验 他又开始用这招对付龙虾 然而这一次他却失败了 龙虾一次又一次的逃脱 小章鱼不得不改变策略 他开始从侧面接近猎物 把自己当成一张网 从上而下将龙虾死死盖住 不得不说他真的太聪明了 可是这天水袍杀又来了 他嗅到了小章鱼的气味 在附近不停地徘徊 小章鱼立马喷出墨汁迷惑对手 抓住机会躲进了海藻里 水袍杀纹身而动 在海藻里四处搜寻 小章鱼吸住海藻叶 把自己完全包在里面 水袍杀气败坏 开始对着水澡胡乱撕咬 章鱼就从背面巧妙地逃走 他爬到了礁石上 希望能暂时躲过鲨鱼的追击 然而他刚一下海 鲨鱼就嗅到了他的气味 急速朝他追来 这一次他该用什么办法呢 这条章鱼用吸盘 拾起数百颗贝壳与石头 把他们牢牢围在身体表面 形成了坚固的圆形铠甲 来躲避天敌的攻击 很快鲨鱼就发现了他 原本以为是一面倒的结局 没想到章鱼居然爬到了鲨鱼的背上 还真是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鲨鱼带着他游了很久 始终都没有将他甩掉 在靠近一处海藻群时 章鱼看准机会 悄无声息地跳了下来 丢掉所有的贝壳 藏进了海藻里 过了很久 鲨鱼才反应过来 跟他相比 鲨鱼智商堪忧 空有一身满力 小章鱼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里 鲨鱼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小章鱼的寿命很短 因此每一天都弥足珍贵 这天章鱼来到浅滩 那里有一大群致幻鱼 他把触手伸到水面上 看样子像是在捕猎 然而观察了一会儿后 却发现他只是在跟鱼儿嬉戏 在看到摄影师后 他又急快地朝摄影师游去 轻轻熟路地爬到他肚子上 摄影师捧着他 用手指轻轻地抚摸 他绝不会想到 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肢体接触 这天摄影师照常下水 可却看到小章鱼身边 有一条雄性大章鱼 他立刻明白 他们是在交配 这也意味着 章鱼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结 他会躲在洞穴里 不再进食 不再捕猎 再也不会出来 章鱼将身体的养分 献给那些卵 这让他失去了很多体力 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 但是为了后代 他们甘愿牺牲自己 第二天摄影师再次来到海底 可却只看到小章鱼奄奄一息的尸体 随着海流来回飘荡 许多小鱼以它为食 各种动物都想来分一杯羹 直到一头鲨鱼出现 将它的尸体叼走了 消失在了无尽的深海里 从此以后 我们再也见不到 这只亲人的小章鱼了 接近一年的陪伴 给摄影师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也让我们明白 生命的顽强与意义 改变了我们对海底动物的认知 看完之后 你是不是想养上一条 嘴里的鱿鱼须 也瞬间不相认